這球又找到了 梁家榮又撲下來了 撿起來快傳運 來啦 來不及了 不過至少梁家榮這個守備真的很漂亮 這個球要撲 不好撲 因為在球彈起來的那個位置點 他等於是從高位硬是把球撲下來 起身再傳 已經來不及了 而且他那個橫向的位置是很遠的 對 鋪好鋪住的難度很高 他並不是在三壘附近 他已經往整個飛出去 接在這個手套最前緣的位置 把這個球給接住 而且他鋪出去的一個瞬間 其實他坦白講 他不知道球的一個高度 這球強襲被鋪住 撲二壘封殺再把球送向一壘 這是林靜凱的精彩鋪球 這個雙殺也就結束了 附方在第二局的攻勢 好啊 一定很厚 對 這個球真的眼看要穿出去 他有一點打到投手球 所以改變了路徑 而讓林靜凱有機會鋪接完成雙殺 而且撞到投手球呢 也稍微的減緩了球的問題 對 這球出手被沒收 哇 有這種事 平飛球直接被楊家維收掉 哇 2out 這沒話說啊 嗯 有選球有好的打擊內容 但就差了運氣 自己楊家維的手套 哇還跳起來 把這一球的沒收 楊家維 進手他 這一次 是楊靜凱跳起來 把楊家維的平飛球 沒收到手套裡 結束了統一試對賽 第五局的攻勢 留下了兩個壘包的殘壘 1比2 1分多 1分多 現在要辦球種嗎 有 有配了一個變速球 不過 沒有人要接 最後竟然是投手自己來接 哇 這很難得耶 還是接殺出局 那今天賀猛會說 為什麼全部都要靠我自己啊 哇 你的投手跑到這位去 很遠很遠 然後剛剛這個 林鴻玉喔 也有看到是 怎麼會是投手來接喔 所以他趕快回去 踩一點點 不知道還做事要 往這個二壘跑 哇 這個是捕手 沒有看到球 在哪裡